信任案不通過 2013年民進黨立委對民調只剩一成三的 僵義化內閣提出倒閣案 最後以45比67遭到否決 憲政設計上倒閣成功的話 總統可以宣布解散國會進行重選 藍白聯手硬闖國會無法 不滿民眾提問該如何反制 如果要總統解散國會 前提是立法院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 但藍白不可能政治自殺 不過府院仍有反制的方法 你這個法律案就算過了 行政機關有很多的疑義 很多的東西是要去處理的 那他可以申請事件 然後這個時間就一定會被拖延 花東什麼高速公路或這些東西 光是探勘研究計畫 我可以搞好幾年 這個事情最後就不了了之 資深政治工作者吳坤玉分析 面對有爭議的妨礙 行政部門還有許多武器 根據憲法法律三讀後 因送總統及行政院 政院十天內可提複議 如果超過二分之一 立委維持複議就失敗 在嘲少野大狀況下 這招很難 民進黨團還會同步申請釋憲 如果憲法法庭做出暫停處分 法律就得暫停到 釋憲結果出爐為止 如果違憲法律就失效 這可能是最有機會的方法 缺乏程序跟實質討論 會讓法條難以連續各方共識 容易產生粗漏 甚至可能影響現行 憲政與權力分立原則 視察蘇花公路下清水橋 收復進度 行政院長卓榮泰 對是否提複議不鬆口 根據了解 府院傾向不跟國會直接對抗 將透過視線途徑 對待政府來說 努力拼施政做出成績 爭取人民支持 或許就是最大武器 三十環節有播台北採訪到